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平在上海问候各位 4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终于是以阳线报收的 并且这根阳线呢 也是终结了六联姻的走势 对于节后的行情呢 我们可以说是充满期待 但是似乎有很难抱有 比较高的一个预期 来看一下这个市场 整体的表现情况吧 在跌了六天之后 今天市场终于阳线报收 涨幅在0.52% 收盘点位3078点 成交量2255亿 其实你看到这个成交量呢 应该也觉得是在预期之内的 毕竟咱们要进入到五一小长价 而且呢在指数这个位置上 也不太可能会有大量的抄底盘 因为你看下方还有个六十天线 现在大多数看调整 都是觉得说要先到六十天线那儿 之后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像样的反弹 但是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毕竟你已经连跌了六天 下周市场能不能先来一个反抽呢 这个反抽是不是能够有三到五天 或者说空间上应该怎么去看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 来看一下在微信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户指结束了联姻 截后能不能重回涨势 A能短线超跌 随有奇闻反弹的需求 B不能激若难返 继续下探 今天已经反抽了 可能下周开盘之后 还要继续调整 稍后来看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也来听一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看看他们三位如何判断下周的市场 今天请到的三位来宾呢 分别是陈文老师 还有杨敏和徐熙瑶 欢迎三位 好 来了解一下 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 指数是全线阳线报收 上证是0.52的涨幅 中小版也是0.52 创业版0.51 一看是非常平均的涨幅 上证50是0.2%的涨幅 相对其他几个指数涨幅较小 互生两市只有不到5000亿的成交额 真的是一个非常低迷的成交量 今天市场比昨天好的就是跌停的加数骤减 今天跌停的加数是50加 自然涨停的加数出现了增加 有53加 涨停的个股有59加 ST个股也对涨停和跌停的也有一些变化了 跌停的加数37加 涨停的加数17加 赚钱效应今天也是明显的恢复 4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赚钱效应达到了78% 咱们先来听听陈老师的观点吧 陈老师之前上周其实已经觉得指数肯定是上不去 就进入到一个周线级别的调整 但这个周线级别的调整 从现在来看似乎好像来得比较的猛烈 短期有没有可能止跌其稳 对于下周市场怎么看 好的 从这个对市场总体观察 虽然来讲指数前面已经出现过六连因 今天有了一个小反弹 但我并不认为市场的调整已经结束 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中间换档休息之后 恐怕还会进入一个新的调整的一个过程 那么所以我总认为目前的这个市场吧 空头还没有完全的这种止步 也就是说对后边的走势 相对还是偏悲观的 也是选择一个B的这个答案吧 虽然来讲今天有了一个这个小阳线的一个报收 但是我们要看到 今天是在前边六连因的一个基础上 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反抽 而且从反抽的力度 盘中震荡的表现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绿盘也是到过的 在中周线上下有一定的这种反复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刚刚你也讲到了 今天还是有50家的跌停 那么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 在前面一个星期以前 市场每天有一个一到两家 三到四家的跌停 恐怕就好像就来得好像就算可以了 对吧 但是在昨天是300来家左右跌停的情况下 在今天仍然有50家跌停 那么说明杀跌的动力并没有完全止步 只不过是一个连续的六连因的一个超跌之后 市场以那个短暂的一个喘息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呢 从总体的这种市场的分化的格局来看 还是以50指数以及一些蓝筹成长的一些标定呢 表现比较的一个坚挺 比较的一个稳定 有一定的护盘的表现 但是呢 很多众多的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题材概念的个股 其实在目前的过程当中 虽然已经调整的幅度比较大 但是恐怕调整的这种脚步还没有完全止步 我们看到今天包括一些近期涨幅比较大的 像这个气氧热电池工业大麻等等的吧 一些近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 一些龙头 还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那么说明了杀跌并没有完全止步 另外呢 我们从市场的这个表现上来看 从指数 指数我们都知道前面有两个箱体 一个箱体是我们讲的的高位箱体 叫3129点到3288点 这个位置我们讲已经跌破了 这个箱体已经跌破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下边的这个箱体 下边这个箱体呢 是在2950到3129点这个范围内 那么现在已经指数呢 已经是在这个下箱体的中间 甚至偏下一点的位置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在目前这个位置 虽然来讲没有完全跌到下箱体的 这个底部的位置 但是呢 没有下去还没到 并不代表它不会到 目前只不过是说 因为这个短线的跌幅比较快 刹跌的力量比较的 四方也比较快 恐怕呢 会有一定的这种短线 到了一定的节点 会有些抄底 比如说现在在3000点的一个整肃关口 下方也就是一个60线的一个支撑 在这位置 短线恐怕会有一个反复 一个震荡 但是我们看到 从今年以来 是没有出现过 这种连续的六连赢的表现的 我们从2040以来的反弹 一直到见到3288点这个位置 是没有出现过三连赢 四连赢这种表现的 这次是一口气就出现了一个六连赢 那么我个人来讲呢 除了结合3300点的 这个技术关口的压力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包括宏观经济也好 包括一些其他的 最近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影响也好 包括比如说股指期货的 这个一个正常化的一个常态 甚至降低成本 以及这个证券法的修订 关于退市规定的一些新的 这个修订 是不是对一些业绩不太好 业绩不太稳定的一些公司 会有一些风险释放的过程 我们也看到 前面涨幅比较大的一些题材概念 往往有些个股的业绩是表现一般 甚至是比较差的 那么他们对市场的威胁 对市场影响了 我觉得还没完全结束 所以从各方面来讲 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市场 虽然有一个暂时的喘息 暂时的反弹反抽 但是还不注意 让市场有一个比较强力的反弹 我个人认为恐怕 稍有压力之后 恐怕一些个股 还会进入一定的震荡下跌 再就是大家都很看重的 蓝筹 50以及一些机油成长的表现 我们看到 他们在最近的这个市场 下跌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比较稳定 但后边是不是会有一个 补跌的过程 我也是比较担心的 所以您是对于 哪怕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 缩量的反弹 其实力度很难预期 就不是很强的那种反弹 因为现在大家似乎 比较明确的一点 就是觉得2440以来的反弹 确认结束了 就说这第一波肯定是结束了 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调整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是空间还是时间 但是一下子给你来了六连音 确实在做多情绪上 是非常受打击的 我们来听听杨敏的判断吧 你觉得结后能够重回声势吗 我觉得对于整个五月的一个判断 依然还是在3050到3300 这样一个大箱体做震荡 但是在结后的一到两周的话 看一个反弹 首先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昨天其实是一个 三个时间点的一个共振 表现的最差 那我这边写了 这个三个最差 分别是流动性最差 热点最差和业绩雷最差 那么昨天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在流动性上 那么昨天其实是 结前最后一天 银正转场可以转出的 也就是如果说 要银正转场转出的话 昨天必须要卖掉股票了 所以该卖的 昨天基本上都卖了 然后呢 从流动性来看的话 昨天其实北向资金 还有50亿的一个回流 那么今天当然是 就是不进不出 差不多是平盘 然后包括像后面 流动性上 还有MSCI的一个扩大纳入 所以流动性这一块的话 昨天是达到一个 最差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第二块就是热点 那我们看到昨天 像证券 像猪肉 5G 氢能源和云聚散 都是大批的个股 出现跌停 而后面几个 其实都是属于题材类的 而证券的话 加上题材类的 其实都是最带人气的 也就是昨天 其实情绪上 是打到了一个冰点 那么后面应该 也会有一个情绪的回升 那第三点就是业绩雷 那其实我们看到 在昨天大批量跌停当中 也是有一些是 业绩不好 打到跌停的 而今天呢 又是一季报和年报 披露的最后一天 那么基本上 这个业绩雷这一块 也是到了最后一天 那所以从这三点来看的话 最差的一个时间点 已经过去了 那这样的一个场景 让我想到什么呢 就是在2月1号 也就春节前的最后一天 那么也是出现过 类似的一个场景 那么当时3月 1月31号的时候 是这个一季报披露 年报预披露的最后一天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 是伤愈雷结束 然后到2月1号 节前最后一天 出现气吻 那么之后是出现一波 比较凌厉的行情 当然那个时候是在 这个2500附近 而现在到3000点以上 所以后面如果反弹的话 力度肯定没有 之前这么大 但是呢 从这样的一个 利空落地来看的话 基本上现在看到的一些利空 已经是达到了 比较低的一个点位 然后另外从技术上看的话 那么之前讲过 这一波的一个 五浪上行结束 那么这里出现一段 A浪的一个调整 而现在目前的一个 A浪调整的话 是在23个自然日 那么如果说震荡 以ABC的一个方式的话 那整个后续的一个 箱体肯定还要 维持一个月以上 然后另外的话 为什么觉得这里 可能会出现一个 比较浪的一个反弹呢 从空间上的话 我们看到 今天的一个位置 正好是短期趋势线的 这样的一个 连线的一个位置 所以在这里 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 然后另外的话呢 从时间上的话 现在也是调了 16个交易日 那么时间上也比较长了 再加上正好是一个 最差时间点的一个过去 所以可能在节后 会有一个反弹的 一个行情的产生 那如果说是ABC 那现在是调了 16个交易日 23个自然日 那节后的这个反弹 从空间和时间 应该怎么去看待 从时间上的话 调了16个交易日 那么至少应该有 就是一半嘛 算8个交易日的话 也是一周 对 也是有一周以上的 一个反弹 然后从空间上来讲的话 因为它目前还是一个 三段式的一个反弹 那么三段式的一个调整 那么这里三段式的调整 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调整 所以它的一个反弹的话 可能能看到3200以上 3200以上 那就是可以回到 之前的那个箱体里面 是的 是吗 然后另外的话 我觉得需要做一个确认 就是其实最近的一个 连板个股的话 基本上四个板是上线了 然后今天我们看到 像克隆股份的话 已经到了四连板 那么基本上到了 前期的一个 连板的一个上线 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下周一是不是能够突破 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如果突破的话 那可能做多情绪 整个市场情绪会起来 那么更有利于反弹的一个展开 好 确实现在大家 对于指数的预判是一回事 但是对于个股 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个股和指数 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来听听徐希瑶的观点 觉得截后能不能重回声势 整个指数的跌幅的话 六连因下来的话 可能对于大的一个趋势的话 上次也说了 我认为已经是跌破了 那么短期的话 我更多的认为 应该还是以修整为主的 一个态势 那么因为上 在今天的话 是50家的这个跌停板 那么昨天的话 跌停板加速是319家 从跌停板上来讲的话 今天整个市场的情绪 是有所缓解的 而且这样的一个缓解的 这个比值的话 我认为是大幅的缓解 其实也是在显现出来 整个市场的一些 这个情绪的一个变化 就是对于大量的个股 很多资金的话 是不愿意以跌停板的 这个位置去出逃 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讲的话 从今天盘面上来讲 是一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第二个的话 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题材 包括一些这个相对来讲的话 业绩比较差的一些这个小公司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持续性的一个下跌 但是整个情绪 我认为是没还没有引导到 这个业绩比较好的一些 这个权重白马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位置指数 再往下去做一个杀跌的话 其实很多很多投资者 或者我们应该是看的是 权重股的一个补跌 但目前来讲 除了今天我们看到 招商银行的一些这种下杀之外 包括平安也有一定的这个下杀 但是盘中我们看到 它还是能够拉回来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看到的是一个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权重股的一个情绪的一个 向下去杀的情绪是没有蔓延过去 我觉得这也是 可能是在这个六年银之后的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另外的话 我们看一些这个个股情绪 个股的一个情绪 就是已经杀跌的一个个股的情绪 整个六年银的一个杀跌的话 很多股票的跌幅的话 应该已经达到了30到30个点 有些甚至可能超过了这个点位 但对于从最高点调到了这个 30个点或者是30多个点的一些股票 我今天也看到了有一些股票 其实在盘中 在早上开盘的话 也是一个大幅的一个低开 但是盘中的话 是看到了一些短期的一些买盘入场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来本药业这样的一个股票 它前期是持续的上涨 那也是先于指数 做了一个A浪的一个下跌 之后做了一个反抽 这一波的一个杀跌的话 是可能是一个C的一个结构 是跌停板的一个下刹 那么今天的话 是出现了跌停的一个开盘的一个情况 那么到尾盘收盘的话 是接近于飘红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 个股的一个现象上来讲的话 可能短期对于情绪化的一个杀跌的话 我认为也是到了一个这个尾声阶段 另外的话 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我们看六年银之后的话 3050这里的话 其实市场在昨天的话 触到了这个点位 今天是没有再往下去创新低的 那从技术上来讲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连续的 没有再去创前期的这个新低的话 那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拐点的一个这个现象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这里画了上涨指数的一个日线图 也就是说这里的一个箱体结构 刚刚陈老师也说了 前面的箱体 我们肯定是不用去看了 已经是跌破了 但这个箱体的话 现在目前的指数还在这里面运行 那我是认为 如果说是一次性的跌到这个箱体的下沿的话 那这里的下沿呢 从技术上来讲 肯定是撑不住的 所以正常的话 如果是多方去做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箱体的这个中足这里 做一个反抽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会大一点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正好就是在这个 3000点到 3100点这样的一个箱体的一个中足附近 所以在这里展开一个这个 多空的一个这个分歧的一个较量 我觉得可能性最大 而且从刚刚我说的 盘面的一个结构上来讲 可能短期内的话 这个多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渗算的这个可能性会较大 另外我也带来了这个创业版 可能大家没 创业版的这个小时线图 小时线图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下跌的话 其实也是两个高点之间的一个连线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高点的下移的话 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 也就是说前期是 可能我们看到的是指数是在往上涨 现在我们是寻找 下移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的话 高点的下移再往下去平移下来的话 其实低点的一个下移的话 正好也是打到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下降通道的一个下跪的支撑这里 所以结合这样的一个现象 第一个是技术上的一个这个支撑 第二个是从这个短期的这个情绪的一个变化来讲 两类来讲 我是觉得更倾向于 这个六联益之后的话 今天这根阳线 可能短期的话 有一个这个B浪的一个反弹 那么反弹之后的 反弹之后的话 可能市场如果说再往去刷 这也要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修整 这样的一个反弹之后 才会展开后期的这个C浪 所以短期来讲的话 更偏向于是A的一个观点 对 好 其实这个归根到底 就今天讨论这个 就最主要的核心的一个论点 就是说这个A到底跌完了没有 陈老师觉得其实是没跌完 就是杨敏和徐希腰倾向于 这已经跌完了 应该会产生一个B浪的反弹 其实很简单 下周一大家就可以看一看 下周一如果说有一点反弹力度 可能就B浪反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没有 可能就是陈老师说的这种 就是A其实还没跌完 因为下班的60天线 咱们也没摸 而且今天抄底的意愿也不强 再加上50还没有补跌 我们现在就是说有先跌的 有后跌的 有没跌的是吧 先跌的有齐稳的吗 有 但是力度强吗 不强 后跌的呢 还正在补跌的过程当中 下周就能止跌吗 不确定 还有没跌的 这没跌的什么时候开始跌 你也不知道 所以下周一可能就是一个观察点 这是对于短期的市场而言 那么对于稍微长一点 毕竟今天是4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5月份的行情会怎么看 咱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月线 今天是4月的收官 上阵指数的月线呢 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 这也很正常 你看我们从2440以来到这个月 其实就正好是反弹了4个月 在本月进到了3288的高点 成交量最大是在上个月 3月份有一个比较大的成交量 那这个上影线意味着什么 是先人指路 我们稍微在这横盘 修整之后还能够往上摸 还是说可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下跌趋势 就是一个调整趋势的开启 之前2440的3288是上升趋势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想要去让它成为盘整的趋势 至少要找到一个箱体的下边沿 还是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盘整了 就是一个下跌趋势 来听听几位 陈老师怎么看 其实呢 对于这个 我们讲的一个中期的一个观点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节目当中是讲到 也聊到过 就是说3300点 我一直认为这个位置是一个成交密集区 有可能会冲击一下 挑战一下 但是我也说到过 就是一旦冲击挑战了 恐怕多方的任务也就就此完成 事实上呢目前的市场的走势呢 跟我们这个观点是比较相似 或者是接近符合的 就是说确实到了3288点 离3300点非常接近了 多方也试图几次有挑战的意味 我觉得 我记得前边有一次是到了3278点 也就是上周一 附近好像就到过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看到多方的力道是跟不上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任务也勉强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市场就掉头 基本上是向下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个3300点 我认为今年 不单是现在的一个高点 恐怕在今年后面几个月 或者是更长一点时间 都有可能会形成今年的一个高点 因为我认为现在的调整 非但不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调整 顺子里边是蕴含着一些系统性风险 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 不管是个股的涨幅 还是说我们今年由前边的2440 这个低点反弹到现在 不是说个股没涨 也不是说大盘没涨 而且涨的速度 幅度 个股表现出来的高度 已经到了可以讲是一个 比较极致的一个阶段 反映在指数上 好像说很多人可能还不 这个意犹为尽吧 认为3300点 好像说好像涨的并不多 但是我想今年其实从春节以来 2月1号到现在的这个4月底 其实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 市场给你提供的赚钱效应 给你提出提供的板块效应 包括这个总体的对市场情绪的调动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充分 非常甚至非常极致的阶段 那么在这些充分表现了 个股的赚钱效应之后 我觉得市场某种意义上 已经到了一个还账行情 就是涨得太多了 恐怕我们结合各种市场的基本面 结合各种消息 在结合市场本身的运行的节奏 规律来看 我觉得其实也已经到了一个时间节点 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 才刚刚开启一周多的时间 就说这个市场已经见底 就可以去抄底 就可以登 就是做反弹 我觉得时间是不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市场的情绪已经是由原来的这种 抱一个持续上涨 甚至在一个比较兴奋的过程当中 想创新高的这种状态 已经转为了空头逐步的 进入了一个主导情绪的一个状态 那么正是因为空头 进入了一个主导行情的一个状态 才会出现上周的五连银 包括本周还是接替的一个 持续的一个空方释放的一个过程 我想问您的这个环账 就是怎么理解这个环账 就是说大家看指数 比如说2440涨到3288 其实感觉好像没涨多少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其实有10倍的个股了 对了 像东方通信已经是4个月10倍了 对 很激热 美景能源这种也是8倍了 对 其实就是因为个股 其实已经是非常丰厚的利润了 不要觉得指数没涨多少 但是我想问您的就是 这个环账是不是只是个股 就是有一些涨幅实在太大的个股 就是这些其实还是少数 4000只股票 对 其实你100只也没有 对 是不是只有这些个股需要环账 就是相对来说 涨幅不是那么大的 它没有环账的这个空间 你怎么看 我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从这个市场 任何的市场 其实我们 就是说咱们市场一路走来 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 明显明确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确实一些行情 打出空间 打出标杆来 它是要靠一些 个股一些板块的 每一个行情 它有一些主导的板块 那么这次行情主导的板块 其实就是科技 我们不管是讲是5G也好 我们不讲是清兰 不管讲是清兰料也好 还是讲其他的这个 刘信平等等吧 今年一路走来 确实科技 确实是走得比较前卫的一个板块 但是我们看到 当这些板块表现出来的高度 已经到了一定时间节点 进入一个回调阶段的话 那么其他的一些跟风的板块 跟风的个股 你想超越它们重新走强 我觉得是很难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我们讲完了小票 我们再讲大票 再讲蓝筹 蓝筹也并不是说没有个股表现 我们看到的中国平安 我们看到的新业银行 包括招商银行等等 都是不断创新高 从消费的品种角度上来讲 我们看到茅台五粮业 也在纷纷地创新高 那么在这个位置 在他们相对的高点上 从相对的高点 或者是一些活跃板块 出来的获利资金 会不会愿意去 再去接力蓝筹的这些领头羊 已经打了这么高的位置 还去接呢 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获利资金 从一些赚钱效益 比较好的板块出来 在目前才刚刚回挡到 3000点附近的位置 他们是不是就会重新 在这个位置抄底的意愿 很强烈呢 我个人也是比较怀疑 因为市场到目前为止 很多获利的资金筹码 其实才刚刚开始 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 完全消化的阶段 所以市场在这个位置 抄底进入的这个积极性 我觉得也是不高的 好 来听听杨敏怎么看待 这个从月K线的角度 你刚刚说五月份 是一个盘整的去坚持吧 那我们就还是一个盘整趋势之后 还能够继续向上吗 偏向于向上 那么首先 其实我们从月线上的话 我觉得可能五六月份 都还是一个3000点到3300 这边的一个震荡 因为上期其实讲过 有一个数据就是 公募基金偏股性 加混合性的一个平均仓位 现在是在84% 那在前两次 也出现这样的一个仓位的时候 分别是09年的四季度 和15年的一季度 那么这个之后的话 其实上证指数 09年是出现了后面一波上涨 然后15年后面也是一波上涨 那么但是在上涨之前的话 是出现了两三个月的一个横盘 所以这是历史回溯上面 告诉我们 其实出现这样的一个仓位之后 后面大概率是横盘之后 有一波上涨 另外的话 我们其实看一下50的这个指数 那我带来一张 这个上证50的一个月K线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话 是正好打到了一个月上 月线上的一个 这个下降趋势线这边 所以短期的话 要一出而就比较难 但是呢 其实我们想到 今年是MSCI 从5%要提高到20% 那么也就是长期资本 其实是在不断的一个流入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 我觉得这根趋势线 大概率是要给打破的 同时我们从下方的一个MACD来看的话 也是零周以上金差了 所以我觉得从今年来讲的话 后面这根趋势线如果打破的话 那么上证指数3288 应该也能过 但是不是并不是在5月份去打破的 对 5到6月份的话 我觉得还是以一个箱体震荡为主 就是5到6如果能够出现回调 或者说箱体盘整 之后就后面还有增量的话 那咱们能推上去 要是没有增量 那就是推不上去 但是现在倾向于还是有的 来 徐希瑶怎么看待 我偏向于5月份应该是一个震荡 但偏向于是这个探底回升的一个 这个月线图的一个走势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是三个月的一个阳线 然后4月份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 这个现在今天收盘应该是一个阴线 阴线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可以看均线的一个表现的话 其实现在离这个5月均线的话 还是有一大段距离的 所以说现在指数的话 经过前面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上涨 可能是涨幅偏离值是比较大了 所以现在5月份的话 我认为应该是去修正这个均线的 5月均线的一个这个 乖离率的一个走势 所以对于5月份的话 我个人偏向于还是以震荡为主 但是整个5月份可能还会有 还会有这个下影线 因为下影线的话 可能是去靠这个5月均线这里去走的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去看5月份的话 我觉得大家去寻找一个这个位置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看到我们在第一次 这个万亿资金的一个大阳线的这个位置 只要我认为市场在这个上方运行的话 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话 可能是一个 我认为还是一个偏多头的一个这个环境 可能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六年 因是跌破了这个前面的一个 大概几百点的一个上涨 但是如果没有把这一根万亿资金的 阳线的这个位置去跌破的话 我认为市场整个市场的一个多头格局的话 其实是还是在的 这样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在的 最起码从技术上来讲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对于5月份的话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向下的话 其实市场的话应该是守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位置 那如果说能够收出一个探底回升 从月线级别来看 4月份的上影线是过长的 那么如果5月份能收拾这样的走势的话 其实6月份7月份 还是有机会去往上去触到上方的一个这个上轨的一个位置 但是就像刚刚李廷也说了 如果有量上去了能创新高 那我们可能还能站高 站我看高 如果上不去就结束了 那到时候我们可能去看市场 可能就真的就像陈老师说的 3288就是最近的一个高点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去看的应该是先去找一个支撑 然后再去看市场能不能上去 能上去我们继续看 往上去看 上不去的话 那到时候的话 我们确实是要警惕接下来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回落的一个风险 就是5月找个低点 对 但是整个 这个低点在哪里 对 但是整个5月6月 我觉得整体的市场的这个风险 相对来讲是我个人认为 可能还是可控的 好 稍后咱们来说一说机会 因为在2440以来的这波反弹当中 不管是50条也好 创业版条也好 市场都是有结构性机会存在的 当然就从上一周 在摸3288上不去之后 六联姻的产生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没有结构性机会的 就我们可以说整体市场 所有的东西都在调整 那5月份有哪些看点 下周有没有一些什么结构性的机会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稍后咱们来说一说 在今日股市微信当中呢 我们也正在招募对头顾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多上面一时身受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顾擂台 以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人方便 多一点贴心 可以让笑容加倍灿烂 更贴心的你 很赞哦 2019明日之星 上海广播主持人选拔赛 火热开赛 斩料舞台 虚位以待 等你发声 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微信 立即报名 下一个新生力量 就是你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利器 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 空头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老碰祥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 五月行情的看点在哪里 2440以来真的是能炒的都炒了 能涨的也都涨了 只是谁涨的多谁涨的少 但是接下来五月份的行情 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 我们分了几个类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消费 消费的优势是什么呢 业绩确定性强 北上资金也是持续在关注 而且呢也有MSCI的配置需求 但是势势是什么呢 位置高 就是还没跌 成长 调整幅度比较大 确实是优势 业绩爆雷也结束了 等到中报再披露的时候 已经是进入到七月份了 MSCI也有它的配置需求 但是问题就是缺乏上涨的逻辑 为什么涨 涨什么 不知道 金融 估值是低的 但是弹性差 回约资金呢 一般也很少去关注 周七 优势是相对涨幅较小 但是劣势呢 就是受到数据因素的影响 还有流动性放松运气减小 可能对它的这个支撑就会下降 所以消费成长金融周七 咱们可以看看什么 杨敏先来说一说吧 我觉得看好的是成长和金融 因为这两块的话 是这四个板块当中 就是这两个板块 是打出过最坏时点的 像这两天的话 其实昨天证券股是成批的跌停 然后这个是打出了一个最坏时点 然后这两天 昨天和今天的科技股 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所以跌幅够了 而且有过这样的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下跌了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成长的话 MSCI也是就是在五月份 要纳入27支创业板的一个个股 那么这一块也是偏成长的 然后金融这一块的话 首先券商昨天是打出过最低点 然后打出过短期的一个 大幅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点 另外的话保险 其实我们看到 昨天中国平安也是出了 一个是回购方案 然后包括一季度的 这个业绩预告都非常好 然后也是比较亮眼 所以在这块的话 在这个五一节后 应该会有体现 所以这两块的话 可能未来会比较关注 但是你看成长 我们写的劣势就是缺乏上涨逻辑 你怎么看呢 就跌多了就可以成为 它的上涨逻辑吗 还是说需要一条新的主线 而且这条新的主线 必须要有一个上涨逻辑 成长才能起来 我觉得上涨逻辑的话 其实是和这个 未来的一个消息面 是有相关性的 那么可能说未来 如果说有一个 类似于某个方面的科技大会 包括后面如果说 科创版推出对于创业版 有一个提前炒作 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 那么可能到时候会涨 但是现在因为 相关的一个消息没有出来 所以现在去谈上涨逻辑的话 可能暂时还是没有看到 那我觉得如果说 要确定性强一点的话 那么对于个股选择上的话 就是选出底分型出来的个股 那么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 那如果从创业版的指数的表现来看 它是具备上涨的条件 或者说具备上涨的基础吗 现在创业版的话 我今天也是带来一张图 那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依然是在一个 四浪的一个调整当中 那我们之前说过 其实创业版和主板 未来都是要走上一致 所以后面应该会有一波五浪 而现在的话 其实二浪的话调整是53天 是接近55天的时间窗口 然后现在又是到了34天的一个时间窗口 所以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下周一是要关注两方面 第一方面的话 就是关注创业版 在35天的时间窗口上 会不会有所发力 然后第二块的话 就前面讲到的市场情绪 这一块的克隆股份 是不是能够打出五连板的 这样的一个 短期连板的一个上限 那如果这两条符合的话 我觉得相对来说 开启一波反弹的概率会比较大 好 徐希瑶觉得五月份的行情的看点是哪个 我跟杨敏的观点差不多 还是看成长跟金融板块 因为整个这一波行情 从底部起来到3100点的附近的 这一波行情的一个主攻守 其实就是科技成长跟金融 第二波的话就成为了消费 包括一些权重龙头的上涨 但从最近的六连英的走势来讲的话 也就意味着后面的上涨的话 基本上是被打穿掉了 但是在下方的一些筹码的密集区的话 其实我认为应该是在科技成长跟消费 跟金融里面 两个里面 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 跟这个金融股的话 是先于市场已经是一直在调整的 那么可能它之前的一个打 向上打的一个高度的话 是有点短期的一个超涨了 但是经过了这种 我估计看了一下 一些这个科技龙头的话 像北方华创啊 或者是用网络这种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窗口的话 基本上已经到了二三十天的一个调整了 所以他们的时间周期的调整的话 可能也是已经是跟前期的一个涨幅的话 应该是够了 另外的话 最近也看到因为这样的 因为很多题材个股的一个下跌 也导致了像券商啊 像科技股啊 在昨天出现了加速下跌的一个状态 那从技术上来讲的话 前面是慢调 然后到现在的话是加速调 那么这种的话 也有可能是短期的这个情绪到了一个这个极致的一个体现 再加上这个整个换手的一块的话 我认为整 特别是一些科技成长类的一些公司 从18年到现在的换手 我认为是比较充分的 那怎么去看他的一个换手呢 其实就是在今年的 目前三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他们是创了18年的一个这个新高的 也就创了两年的一个新高 从筹码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是基本上是把前期的 所有的这个套牢筹码全部解套掉了 那么这一些品种的话 我认为他们的筹码的换手是比较充分的 那如果说这一些行业 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消息的刺激 或者利好因素的刺激 那我觉得筹码的一个换手的话 还会像以前一样的比较积极 所以这里的话是能够形成这个筹码的 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上移的一个现象的 第三个的话 我也看到这个科技成长里面 像跌停板的一些股票里面 从龙虎榜的一些易东数据来看 像像昨天的这个浪潮信息的一个跌停的话 也看到了跌停板 反而会有两家机构去买入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 那我们再回看 他当初涨停的那一天的话 其实是五家的这个油脂 是在去往上去推的一个 买入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但是一旦往下去跌的话 也看到了机构愿意去买了 所以说对于这一块的话 特别是有业绩的这一块的话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五月份 这些东西还往下去 或者往下去跌的话 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机构资金 可能会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性价比去看 去选择去买入 所以五月份的话 我如果要看的话 可能还是这两类 因为这两类的这个筹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高度 相对于其他的品种来讲 它还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上升的一个空间的 对 好 就科技成长 行业龙头 就是一定是行业里面的龙头 还有就是能够把2018年的高点打掉的 最好是这种 当然如果他们在涨 也会有一些题材性的一些这个公司起来 也会有的 好 再来听听陈老师觉得五月的行情看点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从总体的机会把握上来讲 恐怕相对会比较难 就是说很多的前期涨幅比较好的板块 恐怕会有一些震荡反复 但是想走出这种主身的系统性的机会 我觉得是已经是比较难了 那么相对来讲我看好消费一些 消费板块我觉得一方面从业绩的稳定性 从规模效应 特别是有一些品牌知名度比较好的一些龙头企业的机会 我觉得恐怕还是可以观察 就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 像新希望等等一些肉类的一些公司 现在还在不断的创新高 那就表明他们的这个安全编辑还在 另外市场在这种震荡当中 也确实要找一些防疫类的品种 那么恐怕就会像一些这个估值状态 还能比较好的一些公司会有一些关注度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消费可以适当地关注一下 但是从一些其他的板块当中 其他的一些个股如果是处于重属地位的 或者是板块排名靠后的 恐怕关注度就可以不要有那么太过关注 好那您对于这个整个五月份的这个操作的机会 因为其实您刚才说很多活跃资金 在这几个月当中其实是获利非常丰厚的 所以大家是不是有这种获利兑现的意愿 愿不愿意还在当下这种市场当中去寻找机会 而是说其实已经可以去做一种明经收兵的感觉了 你们从活跃资金的角度现在是怎么看 好的那么我今天也就刚好就这个话题吧 我带了一个题板就专门讲到市场的情绪渐变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的提示 事实上呢我们在这个市场研究观察的过程当中 会用要运用到很多的模型 也会运用到很多的观察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宏宽经济也好经济数据也好 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包括外围市场的环境经济周期市场情绪 但我觉得呢把这些所有的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以后 到最后恐怕会归结为市场情绪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表现 那么事实上在今年的行情当中 不管是从这次过年以后的一路的上涨的行情 还是到现在高位横盘以后进入下跌的行情 我觉得这种情绪渐变的这种观察 对我们操作的指导意义其实都是来的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一个就讲到了上涨情绪的变化和下跌情绪的变化 过程当中的一些情绪的一些表现 事实上我们看到24年以后呢 市场稍微有一点启动的时候呢 其实市场还是停留在一个 当时的一个熊市思维当中是比较严重的 很多人是不相信市场会有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 但是我们看到呢 市场正是在这种怀疑当中不断的震荡走高 那么这种情绪变化就有了一定的这种延续了 那么再到后边进入到3000点 乃至到后面3100到3200接近3000点 那么市场就到了一定的慷奋 兴奋的这种过程 那么跟随进入这个过程呢 也是来的比较的强 但是正是因为随着市场的兴奋 市场的场外资金不断的入场 高位阶盘的资金越来越多 但是再往上推动后续的资金也好 追涨的意愿也好 那么都开始下降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又变为了一个什么呢 又会进入到一个下跌阶段的情绪变化 由高位时候的困惑 其实逐步的就是一个顶部的形成 那么再到后面情绪的慢慢的变化 就由怀疑 其实当你在怀疑的时候 市场已经在下跌 当你在怀疑当中 自己也出局的时候 就会加速市场的下跌 所以现在的这个情绪呢 正是一种悲观情绪的 一种跟进杀跌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过程其实才刚刚开始不久 所以我个人 哪怕就从这个情绪渐变的 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也觉得市场的这种风险 还是没有完全释放完毕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也是提醒大家 对后世的行情 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您觉得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一种悲观 或者说跟随杀跌的一个市场的情绪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但是你觉得这只是刚开始 我认为才刚才不久 但是你看其实从上一周 就上一周 其实比较明显的是一种观望的情绪 对 或者再上一周就是很观望 上一周是勉强观望 然后当你走出就是3240 3278 然后之后那根上升通道击穿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比较明确地提到了 说2440以南来反弹 结束了 告一段落 从那开始 大家其实开始不断地 有抛售筹码的 这样的一些情绪出来了 但是没有很多的个股跌停 但是你这一周会发现 你看几十加到几百加 几百加都出来了 这不是已经到了一种最恐慌 就是已经最悲观的时候了吗 那么我告诉你 因为加速 往往到后边加速的跌幅速度 往往会比开始的时候 启动还会来得更快 那么也就是说 它会短时间内 在上方就积累了不少的 这种套牢盘在上方 这些套牢盘 有很多都是我们所讲到的 叫后悔盘 这些后悔盘 以后你给了它机会 它还是要出来的 所以你后边即使有反弹 那么是给这些后悔盘 给他们出局的机会 这些后悔盘一旦出局 又会再次打压市场 那么这个的情绪表现的规律 在后边还是会发生作用 所以现在只不过是我认为 是调整的第一波的阶段 快跌的阶段刚刚结束 但后边我们从指数的 回挡的幅度来看 现在也只有10%不到的空间 但是个股我们看到 这种撒跌的这种表现 还没有完全结束 反映在其他的 还有一些相对比较高位的个股 我个人这种判断 马空谱他们还会有一些 补跌的表现 好 稍后咱们来看看 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以及咱们在放假的这期间 有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要去观众一下 好 我们稍后来看看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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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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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接下来请出黄伟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主持人 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于当下市场的观点 那就是作为节前最后一个可以变现现金的交易日 昨天遭到了比较大幅的抛压 但是抛压结束之后市场将在短期之内止跌回稳 今天这样的一根阳线基本验证了我们对于昨天市场的看法 那之后我们看到还是给出了几个要点 第一个今天的小阳线出现的背后成交量进一步的萎缩 两市加起来总计还不到5000亿 应该说这种成交量的萎缩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小长假之前的节价效应本来就是所预期当中的 重要的是在成交量萎缩的过程当中 多数个股是一个扑涨 扑涨的行情往往代表着一种技术性的反弹 因为大多数个股都有这种需求 所以我们认为在之前这个缺口填补之后 截后市场反弹将会持续 但是这样的一个反弹高度 我们觉得还是需要有所限定 不一定能够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平 那我们认为这个行情在截后既然产生反弹了 我们就要梳理一下 马上进入到5月份了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其实就给出了5月行情的展望 春季躁动行情之后 5月是难得的换档期 市场由进攻转向防御 防御板块是5月的重点关注 第三个市场风险将继续释放 那优质题材将继续活跃 所以说5月总体看来应该是一个 整体指数震荡 而个股分化更加严重的一个月 在这个时候选股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在昨天我们也是给出了 5月份的策略报告 今天我们进一步的展开 策略报告当中 其实提到过三个机会点 第一个低估值防御板块 比如银行医药 第二个前期错杀的优质题材 比如周期涨价和5G通讯 第三个就是确定性事件的催化题材 注意国企改革和一带一路 尤其是国企改革 其实我们在之前都对前两点 做了一个明确的阐述 国企改革等一下会跟大家具体的讲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主线下 我们也是给出了5月核心主线布局方案 昨天其实可能很多投资已经领取到了 如果没有领取的话 那么今天扫描一下下方的二维码 继续领取这样的一个布局方案 那四天的长假可以拿回去 好好的研究一下 看一下 对照一下自己股票池的一些品种 进行一个对比 进行一个筛选和优化 以便接候能够更好的跟上市场的节奏 好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说刚才提到的第三块 就是国企改革 那国企改革我们认为有两大催化点 第一个 4月30号总规模600亿的双百基金 正式落地了 这个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就是 第四批混改的试点企业名单 已经初步确定 名单公布在即 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催化事件 那说完这两个核心点之后 我们看一下国企改革的一个走势 这个板块在 在之前出现过两波的上涨 上涨之后 最近出现一定程度下跌 注意量能 第一波放量 然后持续的一个放量 很明显资金介入的非常的深 那随后在最近阶段的时候 非常明显的一个缩量 这代表了资金在先前的布局 其实并没有完全出难 所以说我们认为前期持续放量上涨 资金是深度介入的 近期受市场拖内出现调整 但资金仇措的 整体吸收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非常的浓重 所以对于这个板块 受整个大盘带下来之后 在五月份将极有可能成为行情的开始 说完之后 我们给出几个关键的支撑 第一个就是混改试点前三批50家企业 此次第四批超过100家 很明显混改的速度加快了 第二个就是国企改革设计范围非常的广 周期科技军工等等 很多投资者在选股的时候非常的头疼 也知道这是个热点 也知道这是题材 但是不好选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给出了一些思路 首先我们要做减法 对于改革已经落地 缺少弹性的周期行业 我们可以排除掉 第二个我们就要做加法 那就是改革加速推进 弹性较大的科技型企业要密切的跟踪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5G通讯芯片 以及半导体软件及其相关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些 我们认为在接下来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机会的 第三个就是要看形态 走势强于市场资金关注度高的企业 重点关注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我们同样给出混改优质潜力股的名单 这份名单今天拿到之后 节假日好好研究一下 看看自己有没有已经存在这个名单的个股 如果没有的话给你做一个参考 现在扫描一下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可以现场领取 混改优质潜力股的一个名单 主持人 好 谢谢黄伟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下 虽然要放小长假 但是大家要记得在下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有一只新股要去申购一下 这只新股是中简科技申购代码300777 发行的价格是6.06 申购上限是11000股 记得要在下周一的市场当中去申购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到底能不能超跌反弹呢 55% 对 45% 再来看一下仓位的情况 加仓减仓 仓位不变45 减仓到20 空仓10 加仓12 满仓13 似乎重新回到了一种比较平衡的格局 仓位不变 又是出现了上升 杨敏来说一说 下周一 应该说或者先说周末吧 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消息要去关注一下的 消息的话 关注一下美股 外围市场的表现 美股目前的话依然还是在一个上行途中 然后离新高也就一步之遥了 那预计的话应该还是能够继续上行 当然可以关注一下美股和原油 因为原油最近波动也比较大 那么可能对于国内的一些原油股 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然后另外的话 我觉得关注方向可能有两块 第一块就前面讲到一个保险和券商 券商这次的一个一季度 也是这个同比大增77% 35家券商 然后另外的话是保险 这是一块方向 第二块方向的话 就是五月份MSCI纳入的27支创业板个股 那么这些个股的话 相对来说有确定性的一个资金去关注 然后如果再要筛选的话 就是这些个股当中要和大盘走势做叠加 然后强于大盘的加上目前已经出现抵分型的 那么可能这两块是说明有资金关注的 那么相对来说也安全一些 但是这些是不是都是创业板的权重了 对的 基本上是创50里面的 如果说创业板的这个创50里面的权重的话 有资金关注 那是不是其实对于创业板指数的推升 应该也比较有想象空间 对 现在创业板什么时候起来 其实是取决于它四浪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那么我们其实 现在是34天 对 34天 那么一个就是下周一二是不是呢 近期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报在4.57% 各银行在售的银行理财产品有 宁波银行推出的 惠例星高净值客户版 产品期限14天起 预期年化收益率3.7%至4.25% 起购金额5万元 募集期从即日起 新业银行推出的 天天万里宝稳赢开放式理财 产品期限3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4.1% 起购金额5万元 募集期从即日起 上海农商银行推出的 新益理财富通T系列 产品期限155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4.18% 起购金额1万元 募集期从4月29日到5月5日 光大银行推出的 T计划定制产品 产品期限180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4.3% 起购金额5万元 募集期从5月6日起 广发银行推出的 广银安富 产品期限183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4.2% 起购金额1万元 募集期从4月24日到5月5日 苏州银行推出的 惠盈9月盈2号 产品期限273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4.45% 起购金额1万元 募集期从4月26日到5月6日 建设银行推出的 前缘共享型 产品期限366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4% 起购金额5万元 募集期从4月29日到5月6日 浦发银行推出的 同享盈增丽之月享计划 产品期限389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4.35% 起购金额1万元 募集期从4月29日到5月3日 欢迎收看在每个嘉育日晚7点 为您直播